好 另外我们还要来关心这个案例 在新北的海山分局江翠派出所的黄姓所长 被基层爆料刁难冤警请假 根据了解所内有一名女警在2月底上班的时候 突然卫视道逆流 胃痛 紧急要向所长请病假 他告诉这个黄姓所长说 因为他身体不舒服想要请假 当时这个黄姓所长就告诉他说 你要请假可以啊 但是你必须要自己去找职务代理人 他只不过是不舒服想要请个假 必须要一个一个远警来拜托 而这个女警在看完医生之后 才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末期 在3月初开刀治疗休假养病当中 但是基层远警就开始替他抱不平 还发文爆料怒哄所长 说这个黄姓所长没有同理心会有报应 而针对这件事情海山分局说 黄姓所长虽然已经有准这个女警的假 但是没有具有同理心 会视情况来进行撑处 嫌犯拒绝盘查骑车冲撞派出所远警 所长带头跑第一把对方压制上铐 过程中自己也重摔倒地 脸部欲轻流血 他是新北海山分局江翠所防姓所长 却被同事爆料刁难基层请病假 有同仁匿名报不平说 所伤女警身体不是 所长却认为对方在装病 原来这名四十岁江翠所女警 二月二十号突然喂食道逆流胃痛 向黄姓所长起假三到五天 所长却只以赖回复 请他自己找人代班 三月才知道这名同仁是癌症第四期 对方紧急开刀住院休养 江翠所所长本人在我们分局的工作上的态度的评价 应该是算蛮正面的 他在多次的办案都有亲自带队 是否有误会的状况 还是言辞上沟通上有一些误解的状况 我们分局站在辅导的立场 会在多加做这个所长跟同仁本人之间的桥梁 黄姓所长警大八十一期毕业 曾在卢州延平三名派出所担任所长 调派淡水中生录所 眼见嫌犯有枪 还是冲上前抓人 敢冲敢拼 待对下属要求严格 多次被袁警在脸书发文批评 心事作风惹来争议 但其实调办本来就是所长职责 这次同仁因病请假 第一时间去丢给基层处理 尽管事后准嫁帮忙 但这态度也让基层心寒 华视新闻张世奎 陆雨昕新北报道